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有东西来人厨房时间 那今天要做一个榴莲芝士小龙虾 先是准备比较好的一个龙虾 榴莲马苏里拉奶酪 在制作的过程之前 我们要先把这个龙虾的壳给剥掉 这样可以让榴莲的味道和芝士的味道 更好的融入进行 虾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榴莲 哇 这榴莲好香啊 好 我们把这个榴莲放到我们的这个搅拌机里 然后加奶 握过这个榴莲就可以了 搅拌彻底打碎 好 各位 为什么 这真的很上头 但是真的很香 生活中一定要给自己增加一点 惊喜和仪式感觉 不会翻车吧 马苏里拉奶酪 可以让这个味道更加浓郁 加多一点 快乐多一点 放到烤箱里面200度半个小时 感觉像甜品一样 好香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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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谁 好吃 好吃啊 看你的味道像一锅奶粥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我们自己还有别的什么创意啊 来我们的有东西蓝厨房 焦作业 带走 好香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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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香啊